一个无恶不作 谈之色变的不良校园恶霸 背帝身份又是结霸 引来蒙古里传心 一个不被允许拥有爱情的帝国强威皇太子 拥有天使的面庞 却又是个腹黑心肌波图乃 两人一开始的画风是这样子 针锋相对 斗智斗勇 后来的画风是这样子 或这样子 又或在这样子 他们的国家名为加莱帝国 地处东南 在阳光照耀下 这里是个强大繁荣的国家 是人们向往的皇室文化旅游胜 而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这里成为最危险的国度 这里争斗不断 混乱不堪 直到一个人的出现 他矫健的身姿疑悦 一击致命 反转一批 横扫嚣张的挑战者 曾经那些要不扬威 自以为是的人 皆臣服于他脚下 但事情解决之后 他扶一而去 销声匿迹 虽然哥不在江湖 但江湖都是哥的传说 人们称他为不一眼罗 两极在反转 谁又能想到李传星 即是笑霸又是结霸 真实生活却是父母双亡 有奶奶一手拉扯带打 没朋友 没恋人 连学费都难以凑齐的小可人 而表面上尊贵的皇太子 实际上却是处处受制于人 在这期间必须不能有丝毫差错 被人抓住把笔 不然他和他母妃都会深陷危险境 完美境遇美强惨的皇室太子 和乖张桀骜贫穷的校园恶霸 两人之间又是等相遇的 为什么好好的叫霸 却沦落为这种境地呢 一个笑霸又是结霸 为何沦落为这种境地呢 这个事情得从三天前说起 在闽兰学院里 全体师生正准备欢迎皇太子到来 军长高升海长 行驱公寓 这时三台防弹车 防缓驶来 打开车门 皇太子庄重地走过来 微风轻轻吹拓他的耳饰 随即所有人齐声道 恭迎皇太子殿下 浅金黄色的头发搭配着这一身 为他量身定做的龙纹服饰 不仅有魔鬼般的身材 他拥有天使的脸床 看起来既高贵又优雅 不愧是皇太子殿下 简直天使下 迎接队伍整齐划一地对皇太子敬意 记者团也迫不及待地想对皇太子殿下探访 而皇太子的粉丝团 也在激动着应援 大声喊着皇太子 姐姐爱你 我是殿下的狗等激动的一名 记者们包围了皇太子 激动地问 请问殿下 怎么突然从皇家学院转到闽南学院 是跟辅助大臣多伦的势力威胁到 您二十座登基有关吗 皇太子眉头紧皱 把心里的异样压下来 他微微一笑 泰然自若回答 我转学到这来 当然是为了更多了解同名国民的生活 也想交到一些朋友 记者追问 那有想过在这来交女朋友吗 毕竟殿下也到了试婚的年纪 旁边的女孩听了 满心期待 内心都在隐隐期待着 这个幸运会是自己 皇太子微微笑道 很有可能 毕竟闽南学院的女孩子们都非常可爱 这一句话威力巨大 把旁边的女粉男粉 撩得他们面红而视 旁边的同学们争先抢后说 天菜啊 完全是我的菜 妈妈爱你 老婆爱你 我们永远支持你 皇太子也礼貌地回应这些热情高涨的粉丝说 谢谢大家来迎接我 我很荣幸 人们看着太子远去的背影 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 天使啊 然而 背后的皇太子 在天使营业时间结束后 立马收回他伪装和善的笑容 这个皇太子似乎没有表面看起来这么紧的 在皇太子营业走后 旁边突然闹出一些动静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原来是我们的校把 这才匆匆赶来 非常遗憾错过了和他老婆的第一次相遇 学校保安把他拦下 认为他不是这里的学生 校把距离力争着急说 大哥讲点道理 我真的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不是闲杂人的 保安一看他衣衫不整 哪里像个学生 没办法了 李传星 大声求助旁边的女孩子 想出卖色相来得到帮助来着 他自以为和善的笑容是这样子 在女孩子眼里看的笑容 是这样子 把旁边的女孩子们吓得面容失色 大声喊着 恶魔呀 随即所有人都拼命地往后跑 这种混乱的场面 让他们三人尴尬住 保安看着空无一人的场地 确认过眼神 是他们学校的人 保安都忍不住苦草 你的人缘太差了 校把也很无奈 这时校把无聊刷着手机的时候 满屏的黄太子 网友都说 黄太子是落入凡间的天使 冬天里的女孩 而他却认为黄太子是一只狐狸 正当他刷着黄太子上头的时候 突然呢 他发现了黄氏护卫 立马藏起来 探头一看 只见俊美的黄太子 冷着脸的整理衣服 脸上有些不耐烦 他周围寒冷气场把校霸都冻住 这个校霸胆子真小 一遇上黄太子就躲起来了 而此时黄太子的秘书 正在斥责学校负责人 校方也太不懂规矩了 如果记者采访 请提前告知啊 殿下转决是私人行程 负责人惶恐的鞠躬说 真的非常抱歉殿下 天使黄太子营业时间到了 脸色一变 露出和煦的微笑 温生说 下一次注意一点就好 没什么的 这变脸的速度变色聋啊 笑话都惊了 忍不住发出感叹 真表情管理大师 这时 黄太子发现了他的目标 未来太子妃 徐一卓 是四大财阀之手 隐藏在民间的独生命 如果他成为太子妃 主政大臣将没有办法和他抗抗 复黑心机黄太子已上线 黄太子体贴地 对他的未来太子妃提出 当他拿书的时候 未来太子妃却不吃这一套委婉巨酒 复黑黄太子见计划也行不通 试验色给他的黄氏式卫兵 实行计划币 使用弹珠制造危机 令人心跳加速 这样容易让人产生心动的挫折 就在黄太子英雄救美快要成功的时候 突然看到眼前猛冲来一人 横身一跃进他们的中间 把一脸茫然的黄太子压在身下 明场面来了 经典的四目相断 肾上素上升 心跳加速 确定过眼神 两人是一对 民众已经吃撑了 目瞪口呆 孝爸不仅破坏了黄太子的计划 还把黄太子压在身下 这真不愧是孝爸 而这边的两人 连旅主都走了 他们还在四目相对 黄太子终于忍不住了 怒气小声地说给我起来 孝爸敷衍地答应着 心里却在憋笑 我没有看错吧 温文尔雅的黄太子 居然也有表情失控的时候 秘书赶紧上前着急问 殿下 您没事吧 而班长小声地对孝大埋怨着 李传星你干什么突然跑过来 李传星硬气反驳 班长你什么眼神 没看出来他们对你别有所图吗 幸好有我这个蒋义气的好兄弟 突然被拐了还在帮别人竖起来 不用谢我 班长听到后也是满脸问好 作为一个唯一赶兄李传星的人 他生气地对回 你才容易被鬼 上课时间 你怎么在这里 是不是找抽 孝爸见班长不相信他 若有所思的想法 迟早我都要把这个狐狸尾巴揪出来 一个想着揪出人家的狐狸尾巴 一个想着用眼神杀死他 黄太子对半路截胡 破坏他计划的人没有好脸色 黑着脸对秘书说道 身份 李传星 19岁 是闽兰学院中文风丧胆的恶霸 据说 他能力非凡 甚至有人传言他就是结巴 不过 在我看来 他在这所学校里 被孤立 不信任职 临社交 应该只是普通的混混 实在不配和结巴相提并论 秘书回答着 经过秘书的调查 黄太子已经大概了解面前 破坏他计划的人了 应该不足为患 正准备无视他的时候 校霸却并不打算这么算了 黄太子殿下 你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 黄太子眼神一瞇 眼神变得危险起来 而李传星丝毫不怕 黄太子的眼神杀 继续说 没有猜错的话 他就是你的目标吧 随即一把抓住班长的水 把他扯入怀里 向霸道总裁般宣布 他就是我李传星叫着的人 内心阴暗想着 作为蒙古的我可是会吃掉狐狸 到时候看你们逃到哪里去 黄太子一听神情收敛 顿时激起了他的胜负欲 他不允许有人破坏他的计划 向前迈出脚步 优雅地牵住班长的手 李传星一脸猛地看着这个举动 满脸问候 黄太子四一问地说 那该怎么办才好 他也是我认定的 太子妃的人选 下一刻 把班长的手 微微牵起到他的唇边 非常有绅士风度的轻轻力 奥波 俩男抢一里的戏马 轻敌见面 真松相对 毫不相退 但这个场面 实在让他们争斗中心的女主 毫无体验感 差评 内心的忧爱 他们是在抢我吗 怎么感觉我才是多余的 二十分钟后 黄太子来到了他的新班级里 老师热情地向同学们 介绍黄太子的到来 全班的同学幸福感爆棚 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在面对黄太子的美貌攻击 谁又能顶得住 老师脸红着说 让他自行选择座位 黄太子笑着微声道谢 随即像走台步式地走下讲台 周围的同学发出感叹 殿下的笑真是暖如冬日啊 而此时黄太子心情非常好 正满脸自然地享受 人家对他的但美时 他突然停住脚步 好心情全然消失 看着面前正在憨憨大睡 流着口水的人 不就是他的情依李传心吗 下一年 黄太子一想 似乎已经有了应对李传心的方法 他拉开椅子坐到了李传心的旁边 而旁边这个憨憨大睡的人 毫无危机感地继续睡着 似乎一切都如常地进行着 等下课的时候 李传心被恶醒了 往右一看 呆住 旁边的黄太子正在笑眯眯地看着他 然而 在外人眼里是天使般的笑容 在他眼里却是个 真真切切的狐狸般得逞的威信 我靠 李传心被吓得大喊出来 你怎么在这里 黄太子向前一拍桌子 狂缓凑近他的脸 满脸和善地说 星同桌 以后本太子会好好观赞你 这个男人 第一天转学就罢评热搜榜 不仅拥有超高的颜值 而且还是这个国家的黄太子 在他的身份和美貌攻击下 网友都疯狂地沦陷了 秘书看着网友们对黄太子说的彩虹屁 舆论反响都非常正面 高兴地和黄太子分享这个好消息 他思索一会 觉得可以趁着这波热度 尽快安排黄太子的校园生活纪录片 这么想着 立马开始安排行程了 问采访可以安排明天下午吗 但是并没有得到黄太子的回复 他疑惑地回复问 而此时的黄太子 正走神地想着叫爸的事情 完全没有听到秘书在叫他 看着黄太子这沉闷的样子 秘书不由地担心了钱 他回忆起 儿时的太子殿下 脸上从来不见悲伤的神色 即使父母不常在身边 但每次看见他父亲出访归来时 他总是高兴地奔跑过去迎接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要是一直这样子多好 然而 好景不长 先皇早崩 波伦身为苦证大臣 仗着黄太子年幼意图夺权 逼迫他签下带执政的耻辱条约 直到二十岁才能登基 在这期间 波伦的语义发展更盛 野心也变得更大 唯一拥有黄氏血脉的黄太子 成为他急于清除的最大障碍 而黄太子为了和多伦抗衡 孤立无援的境况下 受尽苦难和多伦周旋 才保全性 秘书伤心痛哭这么想着 离二十岁成人李只有三个月 我可怜的殿下 一定要顺利登上皇位 下一刻像打满鸡血的似的 咬牙切齿地说 只有和第一财阀族生女名姻 才能掌握国家经济命脉 全面压制多伦 黄太子 在看着李传心的资料 陷入了沉思 刚好外面传来孝爸的打斗的声音 就更加加深了黄太子的偏见 在学校附近寻衅姿势 果然就是个名玩不灵的恶霸 不过这样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的人作为情敌才更好对 黄太子轻视地想 得罪孝爸的人 下场有点惨了 孝爸看起觉得差不多了 让他们赶紧过 居然赶在我的地盘上敲诈乐死 真是找打 混混们眼看打不过 屁滚尿流地跑 校爸打雷了一车领带 看他们还算实时务的份上 也不再过多的纠缠 回头继续说讯 被混混们欺负的同学 打不过 可以跑啊 干嘛像兽气包一样 任凭他们欺负你 兽气包满眼泪水抽气着说 非常感谢你救我 真的不知道怎么报答你才好 神情低落继续说 也不是不想反抗 不过我一看到他们 就吓得鬼软 而且我打架也没有你这么强 李传心猛地拍了他的肩膀 感觉他的业绩要来 满眼放光地看着兽气包 真诚发问 你想要变强吗 随即立马抽出报名表 巧啊 我刚好在拳馆兼职 要不你来报名吧 继续和善地推销着 我会手把手教你 这个作为谢礼很划算嘛 今后在我的亲身指导下 你会成为现在的我一样 男人的选择 来学拳击吧 在校爸威逼利诱之下 兽气包战战兢兢地说 我报 马上报 校爸业绩到手了 开心地一把挽着他的肩膀 走走走 去拳馆 相信我 一个月之内 你就会有八块腹肌 兽气包心想 校爸也没有传说中这么可怕吗 在晚上十一点后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的 李传星终于回到他住的地方 泪瘫地躺在床上 看着今天的业绩 也算是完成了 这个月的指标的一半 下学期的学杂费也快凑起了 正当他准备好好休息的时候 他的手机响了起来 原来是他的奶奶 在关心他最近的情况 李传星重新打起精神 跟所有外在学子一样 报喜不报忧 我这个兼职包持包住 住的地方又亮又宽敞 比酒店还舒服 奶奶你别再熬夜做刺绣 我现在能养活我自己 奶奶一听宽慰地说 只要兴宰过得好 奶奶就心满意足了 奶奶只是担心 当初你为爷爷出头 招惹了社会混混 会影响到你在学校交朋友 李传星说 放心吧奶奶 我在学校可受欢迎了 大家都喜欢和我做朋友 报完平安后 李传星苦闷地想 要是我真的有这么多朋友就好 第二天 李传星和往常一样去学校 一打开班门 班里的同学都在热情地和他打招呼 实在让他措手不及 按照平时来说 他们都不搭理他 今天有点反常 但是管不了这么多了 这是他第一次收到这么多人和他打招呼 热情地回应 但是校爸的热情 实在是让同学们招架不住 此时的皇太子 如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即使在那静静地坐着 也不断地吸引住所有人的目光 李传星 一看到皇太子 就不爽了 特意绕开 幼稚地用目光看着皇太子 看着皇太子毫无反应 心灵说装模作样 放出包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书桌里也一份礼物 原来是皇太子送的和解礼物 这又是什么情况 自从校爸收到皇太子的礼物后 他百思不得气景 之前还在挑衅他来 现在又说是朋友 皇太子的心思你别猜 校爸偷偷看着皇太子 皇太子看到校爸这个反应 猜到他已经收到礼物了 不黑心机皇太子上线 满脸友善地笑着说早了 李传星突然害羞了起来 他装作要准备睡觉了 毕竟他很久没有收到礼物 也没有朋友了 第一次收到礼物 有点不知所措 他以为皇太子说做朋友是开玩笑 没有想到这么有仪式感 是我小人之心揣托他了 那李传星想着 皇太子看着李传星 这别扭害羞的样子 真是纯情的有些可爱 李传星突然转头 皇太子眼神一点 差点就露向了 皇太子汗颜 方丈地假装在学习 李传星想 皇太子用弹珠半岛颁展 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两人各怀所思 一个满星只想着教训他 让他跪地求饶 一个愧疚的想着是不是误会 回到里 现在看着皇太子 好像也没有这么讨厌 而皇太子只想着计划赶紧实现 两人目光对视 似乎好像又有点不一样 两人都各自两红心续着 终于到了放学时间 李传星猛地一拍桌子 做了一整天的心理建设 他决定得去和皇太子道谢 转身一看 皇太子人影都不见了 原来皇太子早早走人 是要开始拍摄 他的校园生活纪录片 经过班级的时候 皇太子看了李传星 此时的李传星 为第一次在学校交到朋友 而感到高兴时 皇太子微微一笑 眼看计划快要实现了 他非常期待李传星 拆开礼物后的表现 李传星边走边 把玩着皇太子送的礼物 今天一整天都因为交到朋友 而感到愉悦 故由想起之前为了奶奶放心 一直欺骗他有朋友的事 如果可以让奶奶 见一下新朋友 他应该就安心了吧 到时候可以邀请皇太子 一起去小戏桌家 一起吃奶奶最拿手的生蚝粥 晚上还可以一起睡觉 想象不要太美了 李传星突然意识到 和皇太子一起睡觉 他磨争了吗 现在想这些还太早了 放显皇太子的身份 怎么可能去乡下 竟因为收到一份礼物 而天马行空了起来 李传星傲郎想着 正当李传星想出神的时候 突然有人迅速地 抢走了他的礼物 神气地说 想什么呢这么专心 我们这么多人 你都看不见 李传星看到抢走礼物的人 正是昨天欺负弱仔的那帮人 压抑着怒气地说 放我 混混头目狂妄地笑着说 怎么比昨天为弱仔出头还凶 我好怕怕 我这一怕 守旧 下一刻 他直接把礼物一扔 已经触碰到了 李传星的底线了 直接上去一脚 赶紧上前准备接住礼物 就快要接住礼物的时候 旁边的混混乱 直接一棒 打在李传星头上 血水已经模糊了 李传星的眼睛 但是管不了这么多了 他全身心都在 礼物掉落的方向中 终于李传星接住了礼物 他庆幸地松了一口气 还好没有摔坏 不然辜负了殿下的一片 心意了 当他看到所谓心意的礼物 满脸不可置信 竟然是狗项圈 旁边混混们嘲笑着 居然有人把狗项圈当城堡 你这是给谁当狗呢 李传星沉默着 混混头目继续嘲笑着 哎呦笑死我了 看他刚才因为收个礼物 高兴成那样 人家骂你了 你还真以为人家真心地送礼物 你这种人怎么会有朋友呢 旁边小弟们也附和着 是啊 和社会不良斗殴 名声比我们还差 听说学校那群书呆子 也把他当成病毒 见了就跑 李传星从来没有这么愤怒过 第一次捧着真心去交朋友 却受到满身伤痕 咬牙切齿 愤恨说 图男 此仇不报 他恶霸的称号就不用当了 此时在学校休息门外 大批量的媒体正在直播 在等候着黄太子的采访 然而门却是反锁 震惊这是要上演强制谱 尊贵的黄太子竟然被校爸绑住了 校爸李传星找黄太子算账 气急败坏地压着黄太子问 送我狗向圈 到底什么意思 黄太子试着挣扎着 但很明显失败 李传星挑起他的脸 说 为什么送我狗向圈 黄太子冷哼一声 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看不出来吗 三角链中 必有一人单身狗 对徐义卓的角逐 我赢定了 这个狗向圈 不是很适合失败的名 住嘴 李传星听不下去了 直接捂住他的嘴 不愿面对这个残忍的事实 你要把我当狗爽 你直接来啊 神情哀伤颤抖地说 为什么还说什么朋友 黄太子没有想到 李传星会如此伤心 疑了 看着李传星深陷朋友这场游戏 嘴硬地说 李传星 你听好了 我从来不需要什么朋友 只是看你可怜 才陪你玩 打发时间而已 李传星瞳孔一缩 心中刺痛 还以为这次真的有朋友了 原来只是一场玩弄的游戏吧 没有什么逼给人希望 最后却是绝望更加绝望 我竟然傻傻以为你是真心的 还期待着 黄太子冷笑 期待什么 朋友间的玩闹打乐 你以为你是谁 随即神情低落 我从五岁起 就不再玩这种郭佳佳的游戏了 李传星一听黄太子说 做朋友只是一场游戏 既然如此 来吧 互相伤害吧 心中发狠掐着黄太子 我现在唯一期待的 就是撕开你这副虚伪的嘴脸 由于一直打不开休息室的门 媒体们已经等得不耐烦地在催促 直播间的粉丝更涨到900万 殷秘数十分担心黄太子出事 着急催促备用钥匙赶紧拿来 而门内两人还在纠缠不清 黄太子惊慌 你想要干嘛 我警告你不要乱来 李传星对他的威胁充耳不闻 殿下这么热衷把人当狗 就没有想过 狗急了会咬人的吗 人容易好了伤疤忘了疼 不过 好不了的伤疤 会时刻让你记住 我给你个教训 黄太子恼羞成怒 一介平民 竟敢如此放肆 你以为你能全身而退 李传星轻烈一笑 那你让他们进来 随即上下起手地对太子殿下 做了一些不可言喻的事情 为了给大家省点留量 我替您看 备用钥匙终于到了 门快要打开了 黄太子绝望地想着 完了 如果这样被发现 黄氏的生育就毁了 我也将永远无法登上地位 一想到这些 黄太子突发其力 惊慌地把李传星推倒 李传星愕然看着黄太子泪水 沾湿了他的面庞 不可一世的黄太子竟然哭了 而就在这时其他人 一打开门 高兴地说着 恭迎黄太子殿下的时候 却看到黄太子把李传星 压在身下的场景 顿时全场压却无声 这爆炸性的场面 作为媒体人 当然不能放股 兴奋地不管不顾地疯狂拍摄 殷秘书想拦也拦不住 校长秘书在着急地 向直播间的粉丝们解释 一切都是误会 黄太子只是和朋友在玩闹 不仅网友们不信 连记者们更是火上浇油 请问黄太子殿下 你是同吗 您考虑过黄氏传宗接代的使命吗 你想对一直忠于你的粉丝说些什么 黄太子无心顾及 这些咄咄逼人的追问 他现在全心神意想到 这件事情让终于 支持他的大臣放弃了他 那他的帝王登基就失败 他全身都在恐惧颤抖 李传星人在旁边站 想脱身 那是不可能的 校长慌忙解释 这是殿下新交的好朋友 记者们转移目标 请问校长说的是事实吗 你们是朋友 刚才在开玩笑是吗 李传星一看 发现黄太子在满脸 啃求他的同意 风水轮流转 之前李传星确实是 想做黄太子做朋友 现在他已经不屑于 做黄太子的朋友 很抱歉 我们并不是什么朋友 准确地说 这位太子殿下 他还不配 做我李传星的朋友 下一刻潇洒地走了 黄太子听完后绝望地想着 终究还是辜负了母后的期待 身心俱备的他 已经扛不住地倒下了 在家来皇宫内 黄太子已回到宫中休养 似乎今天发生的事情 让他做噩梦了 黄太子眼睛一睁开 发现李传星居然跪在他脚下 好像也不算是个噩梦了 李传星屈辱说 赶紧把本大爷放了 信不信我咬你 装什么傻 有种把我放了 咱们单挑 黄太子眉头紧皱 李传星 你怎么在这儿 黄太子遗憾地发现 这竟然只是一个梦 不过 落在我手里 你死定了 必将你今天所作所为 加倍偿还 黄太子不耐烦了 怎么 还不跪地求饶吗 咬牙切齿地说 啊 毕竟是闽兰学院 闻风丧胆的恶霸 猛地一扯狗向圈 继续折磨着李传星 你不是很会咬吗 修长的手指 微微抚摸着李传星的脸庞 下一刻猛地用力掐着他的脸 哼 来讨好我呀 边玩弄着李传星的牙齿 边诱惑着 把你所向披靡的本事 都用在我身上 我开心了 你才能解脱 高级的猎人 往往以猎物的身份出现 李传星三下五除地挣脱束缚 一把捉住黄太子的手 直接把他扛起来的走到床边 粗鲁一扔 黄太子正没想着 他什么时候挣脱的 刚才都是在假装吗 霸总李传星上线 得意地说 太子殿下 你的要求有点特别 边解开扣子边说 我现在就来帮你实现 就别怪我以下犯上 迅速把衣服一扔 黄太子现在真的拴住了 这不是他的梦吗 怎么和他想象中不一样 必须马上醒来 趁着李传星卸下防备 直接咬破了他的嘴唇 羞愤地撇开脸 李传星擦着嘴唇上的血 轻飘说 这么辣 我喜欢 明明是你先招惹我的 黄太子都气红了 咬牙切齿地说 当然不是 我怎么可能想要这种事情 你未免太自恋了 李传星轻微捏住黄太子的脸 随即说 你说三人中 总有一只单身狗 这么确信在一起的 不是我们俩 如果不想我继续下去的话 那就推开我 毕竟只按住了你一只手 我的太子殿下 你喜欢男生 对吧 黄太子一听 怒火中烧 直接上去两巴掌 却被控制住了 李传星突然明白过来了 脸红着说 一直喜欢我 黄太子死鸭子嘴硬 我不是 我没有 我是皇室典范 我不能 李传星心疼着说 这只是一个梦 放轻松一些 耀眼而温暖的阳光 从窗户洒进来 打在黄太子脸上 黄太子缓缓睁开双眼 迷惑着为什么会做这种梦 不过 一只紧绷的心 居然松弛下来了 使我压力太大了吗 但为什么会是李传星 突然的他注意到身体有一些异样 掀开被子一看 春天来了 还没有等他整理好心情 他的母妃来了 真是让他猝不及防 急忙盖好被子 有一说一 母妃的颜值真高 皇后庄严说 太子殿下六点还不起床 皇太子一惑问 母后您不是在疗养院休养吗 皇后无奈说 你在学校惹出这么大的事 我还怎么安心疗养 接着皱眉说 昨天到底怎么回事 有媒体爆料你是童 你不知道这对你政治影响有多大吗 皇太子神情低落地想 是啊 能不能顺利登基就看这三个月了 我竟然不顾皇室与母后的安危 还有心思做那样的梦 皇后看着皇太子似乎不舒服的 担忧地摸了一下她的额头 怎么了 身体还很难受吗 被母后关心 心中意暖 但更加愧疚了 用着快要哭出来的神情说 对不起 让您失望了 今后我一定不会出任何披露 皇后看着皇太子如此懂事的样子 欣慰地笑了 转头拿出平板 幸好事情还有可以挽回的余地 可以邀请你的同学们来皇宫做客吧 到时候我助攻你和徐一卓的约会 皇太子一惊 这样的话 李传星也会来攻你 这边的李传星正在忙着培训若仔 恨铁不成刚着急说 你还在等什么 赶紧出去 没办法了 若仔两眼一闭 轻轻挥着拳头碰了一下李传星的脸 为了鼓励若仔的信心 李传星假装摔倒 吹捧着说 哇 你这一拳厉害了 把我这小把都打飞了 若仔信以为真惊喜说 真的吗 李传星一笑 摸着若仔的头说 当然 只要补起勇气 就可以 下次别担心太多 直接上去一拳再说 就在他们走的路上 看到了媒体正在报道 皇太子邀请全班同学去皇宫做客 若仔突然想起 师父 这不是今天吗 你怎么没有去 臭屁的说 他求我我都不去 内心OF 我都把他咬成那样子 他哪敢见我 等等 皇宫是他的地盘 班长岂不是掉进狐狸陷阱 不行 我马上去皇宫 就在李传星疯疯活活准备出发时 拳击木老板突然叫住了他 打量一番 你就穿成这样子去皇宫 我给你改造一下吧 灰姑娘大变身 此时的皇宫里 热闹非凡 一表人才 天使皇太子 正在静夜的营业中 心烦意乱地想着 怎么没有看见李传星 迟到了 还是母后没有邀请他 不来也好 免得干扰我 弄得心里怪烦躁了 最好不要再出现在我眼前 想得过于入神 直到被医秘书叫他好几次 才回神过来 殿下辛苦 接下来的安排是你和徐一卓小姐的约会 皇太子惊醒 差点忘记正事 沉思着 今天晚上一定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我要振作起来 将那个梦 那个人 彻底地从脑子里抹出 为何一看见他的的时候 心里不受控制跳得如此迅速 医秘书公事公办说 请这位同学出示请帖 李传星当然没有 医秘书思遗憾地说 那不好意思 没有请帖 无法入内 他正想叫警卫把他赶走时 李传星一事牌子 看清楚后一医书一惊 鼓雷封顶 这不是先黄玉刺徽章吗 然后李传星冷着脸说 这下我可以进去了吧 拥有徽章者 是皇室贵宾的身份 其他所有人立马向他行 外表看似镇定自若的李传星 内心慌得一批 我去 真的管用 沐老板怎么搞到这玩意 黄太子现在很紧张 看着李传星快到自己的身边了 不断地给自己心理建设 他不过是个普通端的同学 握紧裙头 下定决心 抬头微笑 拿出太子的仪态 得体应对事 然而 李传星直接无视他 皇太子生气了 英秘书叫住李传星 同学 请拿出你的礼物与殿下围 李传星手上空空如影 突然看向皇太子 皇太子眼神一眼 不好的预感 李传星靠近皇太子 直接触摸着他的脸 李传星 李传星我已经送到了 边玩弄头发边说 绝对印象深刻是吧 我的殿下 英秘书他们看着李传星 肆无忌惮的举动 吓得快要发疯了 如果还想要的话 我只能把自己送你了 李传星抱着皇太子笑着说 跳舞的时间快要到了 俊南美女们在期待着 皇后助攻来了 还优雅举起红酒来高兴地说 欢迎各位的到来 舞会马上开始 按照传统 第一支舞的舞伴 是自己心意或清静的最像 意义非凡 相信大家心有所选 话落 其他人纷纷讨论 我们的太子殿下 会与谁一起跳第一支舞的 他说 可是我听说 黄太子和李传星 他们俩是一对 B说 C立马说皇室已经辟谣了 李传星向老父亲般担忧说 小心点 黄太子对你拒心火测 可能会邀请你跳舞 班长满不在意地说 那天和他滚成一团的是你 只不过亲密接触是你 我看图谋不轨的对象 应该也是你吧 李传星立马狡辩 班长 你咋也来凑热了 告诉你 我这辈子都不会喜欢这个家伙的 班长诡异地说 小心不要打脸哦 依我多年看小说 刷剧的经验 越说没关系 打脸越膨 黄太子看着李传星 在勾搭他未来太子妃 当面翘抢脚 满脸不爽 他丝毫没有自知之明 也配把手搭在未来太子妃身上 黄太子立马走向他们 李传星眼神一顿 接受到我的警告了吧 这是我罩着的兄弟 也想对他下手 黄太子正面迎击 警告我 记者们怎么想的 居然觉得堂堂黄太子会喜欢这种平民 就在两人针锋相对之后 黄太子为了李传星不破坏 他和徐一卓小姐的第一支舞 他伸手牵着李传星的手 把三人都搞猛了 什么情况 两人一愣 这氛围 这眼神 赶紧在一起吧 班长当面在线吃瓜 不要太快乐了吧 而另外一边吃瓜群众 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场景 天哪我看到了什么 黄太子意识到牵错人了 赶紧退开 心里扑通扑通在乱跳 懊恼想着怎么会犯如此低级错 李传星这边也不好过 停住自己乱跳的心想 他刚才是想拨开我放在班长肩上的手 现在不就还来得及 黄太子继续进攻着 彬彬有礼的说 徐小姐 可以邀请你跳第一支舞吗 班长只想安安静静磕CP 于是立马拖出他的好友 委婉拒绝 不好意思 太子殿下 我已经有了心意的午饭 黄太子又再一次被拒绝 心情复杂 其他小姐姐一看 黄太子被拒绝了 兴奋的说 殿下殿下 选我 我超天 人类悲喜不相通 旁人的热闹此事与黄太子无关 被拒绝了 正在阴谋中 班长助攻的说 殿下 李传星没有舞伴 他连请柬都没有 还傻傻的跑来 他是为女而来的 黄太子听后 一惊 随即满脸通火 他看着李传星 正在被人孤立着 确实有点可怜 李传星无聊的想 算了 保护了班长也算完成任务 跳不跳舞无所谓吧 黄太子现在有点紧张 勇敢伸出手邀请李传星 之前我们有些误会 希望可以通过这只五重归于好 不好意思瞥开眼神的说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赏我 李传星头一次面对这种情况 也不好意思了 天哪的答应 皇后看到这种结果 满脸不可置信家愤怒 他竟然向自己的绯闻对向妖物 忘了真正的目的了 随即咬牙切齿的说 只能实施planning 这边的两人 在玩着互相踩脚的游戏 黄太子忍无可忍了 你已经踩了我十六次了 我刚才疯了 居然找你跳舞 李传星欠肝大着说 我也不想的 我不会跳这种我 大粉头在线科CP 满足地看着他们两人的互动 这样下去不行 李传星说 我来领我吧 你跟着我 随即一把拉着黄太子的药 黄太子慌张了 你在干什么 我警告你 别乱来 李传星一把拉近黄太子 满脸自信 放心把自己交给我吧 看着李传星阳光自信的样子 黄太子陷进去 不由自主地随他起舞 但帅不过三秒 黄太子想打人了 不过看着李传星如此高兴的样子 被他爽朗的笑容给迷住了 舞蹈结束之际 两人相视一笑 或许对两人来说 确实是个不错的体验 对大粉头他们来说 简直是超级福利 自己科CP发凉了 太幸福了吧 就在班长科的起进的时候 突然被告知 黄太子邀请他去后花园约会 大粉头震惊 邀我 什么鬼 有没有搞错 经典的舞会后花园桥段 怎么会是我 不行 我绝不允许有人拆我CP 我自己也不行 看着李传星悠然自得在旁边吃东西 露出和善的笑容 心中一记 李传星突然赶到后脊被鼓发凉 吃东西都不香了 随后 李传星来到皇宫后花园 看到一封信 拿起一看 好像是个低谱路线 话说 李传星是怎么来到后花园的呢 原来这是班长的继谋 抠梁换柱 他向李传星装柔弱的说 突然被叫到后花园 让他感到非常不安 讲义气的李传星当场同意替他来 班长一听解决了 机智如我 计划通 李传星边走边想 他倒要看看皇太子又要搞什么花样 突然他发现树上挂着一份礼物 拿下来一看 居然是个娃娃头 直男李传星无语吐槽 这是什么皇家的招数 送玩偶 还知送脑袋 这么扣门的吗 就在李传星吐槽玩偶时 又发现一个礼物 哦呼 这是一个娃娃不见拼街游戏 寻宝游戏开始了 李传星终于拼完了 不容易 这个破娃娃谁想要 太折腾人了 还缺了一个心脏 李传星乐了 谁家的娃娃没有心 你的心丢哪里了 真是越看越可爱 等等 这衣服这发型 不就是皇太子吗 此时的皇太子还在懊恼着 刚才怎么鬼迷心窍的和李传星跳舞 没和徐一卓跳第一支舞 说不定他会误解我对他无意 不想吧 接下来Planby才是王太子 这次 一定不能再出差错 突然听到脚步声 皇太子高兴期待着转身打招呼 看到来的人后 顿住了 皇后正在悠闲地喝茶 还以为计划顺利进行着 他不由地回忆起 当年他老公就是用这种方法向他表达 充满奇迹地说 那个礼物指引了我找到的真爱 虽然这次是政治联姻 我还是希望孩子们是真心相爱的 王偶啊 请务必给图南这孩子带去心爱之人吧 皇太子现在好气 可是还得保持一态 气恼地问 怎么是你 徐一卓小姐啊 李传星失笑一声说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的盒子里装的就是这个名为太子殿下王偶的心 怎么 李传星突然逼近 太子殿下打算把你的心给我吗 这靠得太近了 皇太子快顶不住了慌乱地说 放肆 你这是以下犯上 说完后 突然意识到 这句话不是 我在梦中对李传星说过的吗 不对 这是现实 他不可能这么胆大妄为的吗 皇太子一想到梦中的场景 就害羞地躲开 羞得他没脸见人了 战战兢兢地往后退 李传星看着皇太子这么害羞的样子 被可爱到了 不然继续逗弄他 掩饰自己的笑说 那个 如果你真的喜欢班长 不要导这些有的没的 这些虚的套路 我悄悄跟你说 话落 直接一把抱住皇太子 把他放到桌上 继续说 他喜欢值球 值不值 皇太子不知道 现在确定的是 他被撩得面红而逝 恼羞成怒地说 你疯了吗 李传星坦然地说 你怕什么 这不是教你追女生直接点吗 你是真心喜欢班长的吗 皇太子一听立马推开李传星 不知为何 他心里有些毒朵 有些烦闷 气恼地说 你就这么在乎他 李传星突然有些不知所以 我是做错了什么吗 他怎么看起来有点生气 皇太子懊恼着 我怎么会说出如此势力的话 搞得我在争中吃醋似的 于是皇太子立马狡辩地说 不要误会 我必须追寻一种小姐 而你是我的情敌 所以我得确认你对他的情感 绝对没有其他的意思 李传星看着皇太子这么认真的在解释 也不由地说明 你也别误会 班长是学校里唯一对我好的人 我一直把他当作兄弟 然后 不好意思地说 我小时候就已经确定结婚对象了 所以你放心 我对其他人都没有兴趣 有结婚对象 没有兴趣 这些话语刺耳地回旋在皇太子的耳边 他沉默了 颤抖地握紧拳头 心中刺痛 李传星还在不自知地问 你怎么了 眼色看起来不太好 皇太子已经清醒过来了 冷冷地说 你走吧 看着皇太子突然冷脸 李传星瑟瑟发抖 实在不知道哪里惹到他了 变脸比变书还快 真为未来太子被担忧啊 李传星不死心追问 我走了就没有人帮你追班长了 不需要 这么轻易就放弃助攻 你是不是真心喜欢班长 与你无关 你这么殷勤不定 将来怎么能管理好我们国家 你费心了 没办法了 李传星看他游言不尽的样子 无奈着说 我走可以 那先把你的心给我吧 没有心的娃娃 看起来怪吓人了 皇太子听他还要拿走 定情信物的心 一怒 立马吓出克令 闭嘴 请你马上离开这 皇太子这个态度 让李传星也气了 走就走 谁稀罕 就在李传星要走的时候 天空中突然放起了烟花 李传星迅速回头 他对烟花毫无抵抗力 一边看着烟花 一边幼稚地过皇太子做鬼脸 皇太子现在并不想想他 就这样两人各怀心思地欣赏着烟花 看似岁月静好 李传星心想 如果也能让他看见 就好了 而此时的皇太子 丝毫没有心思欣赏烟花 突然 烟花的火星掉落在杖纹上 立刻燃起熊熊火面 皇太子看着这会儿 他回忆起 小时候他也在这样的场景中 现在的他完全动不了 呼吸困难 李传星着急跑来 急切问 你怎么了 看着皇太子如此难受 赶紧抱起他离开火 皇太子缓缓睁开眼 现在的他意识不清 看着李传星 似看到了小时候就他的人 陷入昏迷前 皇太子似看到了小时候的哥哥 梦中小哥哥背着他 逃离失火的房子 小皇太子被呛到不要太可怜了 害怕得哗啦啦地流下泪珠 小哥哥伸手 把他抱住 拍打着他的背 留声安慰他 不哭不哭 已经安全了 我在你身边呢 没事 别怕 而现实中李传星正轻拍他的背 安慰的话语 与梦中小哥哥一模一样 皇太子猛地睁开眼睛 巴巴地看着李传星 给李传星整一会 一步问 怎么了 还好吗 干嘛这么看路 皇太子一把握住他的手 紧张地问 小土豆 李传星一脸猛逼 什么土豆 土豆怎么了 皇太子回神过来 也是 他怎么可能是小土豆 掩盖着说 没什么 你听错了 刚才谢谢你了 李传星好奇问 你真的没有事了吗 怎么一看见火就吓成这样 别不好意思说了 有病就得治 你看你整天端着 心里憋了多少事 没关系 我们虽然不是朋友 但你说 我也愿意听 李传星绕来绕去 小嘴还在在巴巴巴的不停 我忍 开心是一天 不开心也是一天 你要是有什么烦恼的话 可以说来听听 李传星继续巴巴巴着 皇太子现在忍无可忍了 想毁灭他的心都有了 我现在最大的烦恼 就是好好一个人 怎么长了一张嘴 你要是不说话 顺眼多了 李传星一把捏住皇太子的脸 笑着说 你刚才生气的样子 就比以前贤良淑德的样子 顺眼多了 皇太子一听他说 自己是贤良淑德 怒火中烧 你活得不耐烦了吗 立马狠狠掐住李传星的脸 两人在友好的交流着 突然他们闻到 空气中烧焦的味道 这才想起来 我还没有面 两人赶紧先去谬 今天真是繁忙的一天 李传星回到了 自己住的地方 满身疲倦 一晚上鸡飞狗跳的 又是保镖 又是救火的 可把他泪呛了 无语着说 我是专吗 哪里需要哪里版 不过 李传星看着这个 没有新的娃娃 欣然一笑 也不算没有收获 挺可爱的 就可惜缺了一块 皇太子正拿着娃娃的心 思考着 当年父皇用 网偶明德母后的心 怎么轮到我 阴差阳错等来的是李传星 真是孽缘 不管是梦境还是现实 他都这么阴魂不散 不能再和他纠缠不清吗 不过 他为什么让我想起 小土豆哥哥 此时的皇太子 陷入了回忆中 当时 小土豆哥哥不仅把他救出来 还安慰他 保护他 小土豆不忍 看着小皇太子 哭得太伤心了 安慰着说 好了我错了 别哭了 眼哭花了 就不漂亮了 来 洗洗脸 然而 小皇太子并不受用他的安慰 继续掉泪珠 小土豆慌了 怎么哭得这么伤心 别害怕 已经 没有火了 你的爸爸妈妈呢 他们怎么没有来找你 要不去我家吧 我们一起睡觉 一起吃奶奶的生蠔粥 小皇太子听完 哭得更加凶了 抽气着说 他们不是我的爸爸妈妈 我爸爸不在 妈妈把我藏在这里 他不可能来找我了 小土豆听完 一把抱住小皇太子 安慰着说 那你一定很想你妈妈 我爸妈很早就离婚了 也各自有了家庭 我从小就和爷爷奶奶一起长大 有多久没见过爸爸妈妈 我已经记不清了 小皇太子轻轻抓着小土豆的衣服 眷恋着说 好温暖 一直往小土豆怀里蹭蹭 解释着说 以前 只有在妈妈怀里 我才这么安心 我可以一直待在你怀里吗 小土豆纠结着说 可以是可以 不过要永远的话 有点难 突然 他想到一个好办法 让小皇太子想抱就抱 抬起他的脸 认真的说 你也成为我的家人吧 小皇太子疑惑问 可是 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小土豆憨笑着说 爷爷奶奶也没有血缘关系 但他们是家人呀 我们可以像爷爷奶奶那样 相互陪伴 这样你不再是一个人 不会再孤独 皇太子回想完 拿着这颗真爱之心 落寞发问 小土豆 你在哪里 我好想你啊 你得起